高大卓越講座 這是一場我們期待已久 然後終於期快點演講 我想對今天出席的狀況 就反映了這個 我剛剛聽到的期待已久 我們今天很榮幸也很高興 都邀請到行政院 然後政務委員 跟我們今天卓越講座的主講人 當然也要感謝 陳校長在我們安排的過程 通通給我們支持跟鼓勵 那在開始演講之前 而且我想邀請校長幫我們支持 以及執政感謝您的邀請 校長請大家掌聲鼓勵 謝謝 我第一次在這個場面 看到這麼多學生 也看到這麼多問題 尤其是很多不乖的問題 甚至看得太感動了 所以我不講話 我要把時間留給政委 讓他去回答這些不乖的問題 連我們高大學生 也可以有多元的思考 多元的激動 太棒了 現在我們 就要領獎基礎開始 那我們請請校長 請政委能夠上台 我們今天掌聲邀請政委 我今天由校長來表次政委 我們高大感謝 以及我們一起下午給政委 好 大家要掌聲 好 那我想現在要來把時間交給政委 謝謝 謝謝 好 非常高興有這個機會喔 可以跟大家對談 那可能剛剛大家都已經看到說 就是要掃一部上面的Code 不過如果暫時之前還沒有看到的朋友 也可以現在儘快掃一下 如果掃不到的話 也可以手動輸入這個網址 網址是左下叫slido.com 然後再輸入方法3649 不管是掃Code還是輸入網址 這個其實秘密的老天使 就是所謂匿名而不一定完全匿名 它不像目前匿名叫做聚錘瑞絲 就不是匿名 不過沒有問題 我想現在就是經過這一陣子 大家對於信領都是這樣自由的 所以不管叫聚錘瑞絲也好 還是叫什麼鮭魚 都非常歡迎跟這個商店留言 那留言有兩個特色 一個是說原本都會按讚 按讚的數量越高的 又會浮到這個螢幕的右上漲 那這樣的話我就是有些微壓 那另外一個就是最新的問題 所以你會跑到右下角 好像說這個關於頭髮保養的秘訣 就是最新問的這個問題 那所以有的時候 屬於追問這種性質的 那我就會說 其實秘訣就是每天都要睡一口八小時 我法治就自然會非常的好 這樣子 但是有一些他會就是正常能量釋放 就是在右下角開始自己了解 但這個就像彈幕一樣 當然習慣就好 我也不會特別去回應 那我在接下來的大概表情時間 大概一小時讚 對不對左右 基本上就是完全靠大家投票來決定 那如果覺得投票或者是 就是發音不過癮的話 也可以考慮舉手 那舉手的話 我現在看到桌上有整整四個麥克風 一共有五個麥克風 所謂數位就是不止一位 現在有五位麥克風 所以這些數位麥克風 就也可以大家如果舉手的話 傳到大家的手上 那舉手的優先順序是包括螢幕上面的 不過螢幕上面的 因為你看現在三十五個二十八個讚 他們的拘束也是很強 所以我應該是不會跳過任何的問題的 那如果大家OK的話 我們就直接開始了 應該OK嗎 好的 那有三十五位朋友們問說 這個請問政委有沒有被 端火鍋的影片雕破 這個這裡講的應該是 端火鍋事件的影片 那我並沒有被調過 事實上我完全沒有被調過 以至於我還得去查這個影片是什麼 我剛剛在拍下再查了一下 當年那個Regrowth 就是瑞克瑤出生的時候 我是有被調過 一兩次沒有錯 但是這個 端火鍋的部分 就沒有這個這方面的經驗 相信應該再參加很多朋友經驗的朋友 或許可以跟我們分享 這個被端火鍋影片調的感受是怎麼樣 我們有三十三位朋友們問說 並在後疫情的時代 畢業的學生應該怎麼突顯自己的競爭力 畢竟在疫情發生到這兩年 很多工作機會都變少了 確實以全世界的角度來看 確實是這樣 那是不是可以給這項P.A.學生一些建議 那我不想第一個 就是說我們在台灣當然相對上面來講 工作機會變少的程度是比較有線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從全世界的角度來看 也越來越多的工作 它是沒有需要在特定的地點 好比像是我自己比較熟悉的 就是在西谷的 不管是設計師 或者是寫程式的 或者做規劃的等等 他們本來是要再加上班的話 他還得特別去申請 但是因為這一年的疫情的關係 所以幾乎都可以在任何地方上辦 而且一些比較大的西谷的公司 基本上都是說 他們永遠會保持這個選項 就是你永遠不用回辦公室 如果你不想回辦公室的話 那因為這樣的關係 就造成了所謂的數位遊牧民族的這種興起 就有非常多的朋友 就是我們的僑胞大概有 去年25萬人回來吧 那即使是完全跟台灣以前沒有關係 台灣跟泰國也分不清楚的這些 國外的朋友們 也因為我們防疫比較好的關係 所以他們就使用了 就是金卡 Gold card的這個設計 在去年有大概兩千多的朋友 也是因為他們可以在任何地方工作 所以他就跑來沒有疫情的就是台灣 但是他還是在上他西谷的班 那這個在現在 就是各地都有看到這樣的情況 而且這些來的朋友 因為他是只要網路頻寬快 然後他喜歡衝浪或喜歡爬山的話 要離這些戶外的游氣地面比較近 而且食物比較好吃 所以這些條件全部列上去之後 他覺得不會去台北 因為台北水條件都不怎樣 所以他們就會到一些 就是他們覺得生活方面比較好的地方 那無形之中 也讓我們的平衡的狀況變得比較好 所以我有兩個具體的建議 一個是說不要覺得說好像 你現在在學校 就一定不能夠去先協調一下 少少看其他的 甚至在不同的國家的實習的這個機會 我們自己的行政院的 就是實習生的計畫 也會叫做RAID的計畫 已經舉行了四年了 那甚至有好朋友在加拿大的學生 也來當我們這邊的intern 所以翻過來也是一樣的 就是不管你的專長是什麼 現在也許都可以多看一下說 這種internship實習的機會 現在遠距的狀況已經非常的多 所以你甚至在學校的時候 也可以多累積一些這種比較斜槓的人脈 那這樣子的話出社會 你可能就不會受到你旁邊 到底是哪些產業會限制 可以直接變成你在線上的朋友 就是你接下來可以起工作的對象 這是第一個建議 那第二個建議 也跟這個比較有關的就是 那可能就是要了解永續發展目標 不過這個對各位應該不是問題 人剛剛走進來的門口 只有17項永續發展目標 可能這17個原則 大家都已經耳熟能想了 因為確實在接下來的10年裡面 跨域的整合 因為不同的學能 不同的學派 或者是不同的行業 其實都有不同的主要 但是只有這17個 永續發展目標 是跨國的 以及跨產業 然後文化 大概都是一個17個做FIR 所以如果你在學校做的一些案例 像說USR 或者叫深根 或者Ustart 或者是其他的案例 他本來就有用SD去來幫助 所以的話 那你就可以下次幫你加入17個世界頻道 這樣子 然後一下就了解到 所以其他地方有哪些機會 是你的Portfolio 其他人比較能夠你眼看得懂 因為他們也在解決 跟你在解決一樣的這些 要去發展目標的問題 所以把你的Portfolio 有用SDG的 或者是甚至169個星項的這種指標 去一下影片 我覺得這是讓全世界的 不管是你的我 不然面試官 還是現在AI 在看的時候 可以一下子就知道 所以能怎樣跟你結合組隊打環 這樣子一種能力 大概是用這兩個方向給大家建立 有35分沒有沒有 我們就知道會問這個問題 說對於鮭魚之亂有什麼看法 我的看法是這樣 就是我希望大家還是可以多支持一下永續的漁業 在那個中醫院 有一個生物多樣性的一個圖譜 他說如果大家可以吃鮭魚的話 可能會造成不永續的 就是漁業不永續的狀況 那但是有一些好比像說隔離啊 或者是就是好像這種貝殼類的啊 好像遠陽的龍蝦 雖然看起來叫龍蝦 好像臉蝦 但是我覺得就是 他比較沒有過癮 就是Orivation的問題的一些食物 我覺得是可以多吃 然後也可以多鼓勵 這一方面的店家來頒 就是不要說大家也窩蜂 但是造成一些環境負擔的這個做法 所以我會覺得社會創新就是 眾人知識眾人住者嘛 那這一次鮭魚的行銷 我覺得就是快速公平有趣裡面 它真的符合快速跟有趣 這兩個要件 快速因為我們就是感覺不需要等嘛 沒有過檔沒有有預期喔 那有趣呢當然也蠻有趣的 因為把自己的名字後面加上一場傳字 立刻就可以好像打破這個最長 就是名字的紀錄等等 它確實有一個social status 讓大家覺得很有趣 但是這個對於海洋生態 或者是對於這方面的環境的負擔 是不是公平呢 這個就不一定了 所以我是覺得 每次我們看到張家閣的時候 還是要給出環境的社會上的交代 說明越來越多人參與 這真的是有公共利益的事情 而不是說大家的這種一時的開心 建立在一些對環境不用去的事情上 那當然至於也有一些朋友說 那是不是對於好像說 補正事務所會有額外的負擔啊等等 不過這個從我的角度來看 那就只是表示補正事務所應該盡快的自動化喔 就最好你能夠在家刷個自然評審都改你們了 就是這樣子就自然沒有說什麼 好像耗費不遵事務所的人 或者排擠到他的時間的問題 那一部分我倒是不覺得它 是就是肯定能用負擔的社會責任 應該是我們公募這邊應該要更加自動化的社會責任 有再三位朋友問說 請問藝人是不是真的可以控制別人老婆 我是政務委員啦 不是藝人 所以這個可能是要問發急啦 那就是期待這個 換來無法黨的朋友們 喔不對 換來無法黨你解散了 直接就問藝人 那男人說 我自己其實是能控制我自己的老婆 我剛剛已經講過了 我每天睡到半個小時 我老婆就會比較穩定 那如果老婆比較穩定的話 那大家在問這些問題的時候 我就可以一面想一面講 而比較不需要 覺得說好像一定要 在腦裡面有四五個年間 講完之後才講出來 所以這個是自己的老婆穩定 但是當然在這樣的情況下 說明無心之中 也會影響到大家的老婆也未可知 但是那個是一個間接的 就是透過腦波然後生波 然後腦波的這個過程 如果沒有這個生波的話 我是沒有辦法直接透過腦波 來影響大家的手機或洗過汁 或什麼其他的東西 那那個可能是就是其他別的人 真正是藝人的人的專長 那也未可知 那這個就可能要問他 或是只能透過生活 然後把控制自己老婆的過程 跟大家分享 有27位朋友們問說 證明你在2017年的 那個輪胎上面 用機器人康 是來突破我 我目前的外交困境 但是外交中央 林辰隊的相當外交突破 怎麼看在未來社會有所期待 也就是我們能夠做去 危機社會 在當時當然是 比較有趣的一個狀況 是因為那一次是 有直播的一個輪胎 其實在那個之前之後 非常多次都是用這樣的方法來做 而且其實一句話講 並不是因為我想到有所突破 而是因為我很懶 就是我很不喜歡調時差 我每次追去 因為平均起來 時差他們說 差一小時要調一天 那但是我差一小時 有時候要調到 一點半兩天 所以如果飛到好像說日美王區 那差到六小時的話 那我常常一個多禮拜 才能夠把時差調完 其實很不舒服的 那因為這樣的關係 因為我基本上都是說 那我們可以附身在 就是當地的住處的代表身上 我們的遊邦的代表身上 那就是有人只要拿 像這邊被椅子 然後有一個家具 把一個iPad夾上去 然後我就按一個鍵 就被召喚出來了 那如果就是太好 我看哪裡的話 那一次是有 我自己可以遙控轉頭 但我們通常的做法 都是一個非常low time 就是他就幫我這樣 走到這邊看我這邊看 這樣子 所以這個其實在歸街場 可是那時候很常使用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 我不想要調時差 那當然後來 氣候變遷 變成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我看會加一個說 因為這樣子可以減少 你知道飛機 它的引擎 還沒有升級的時候 會有那個排碳等等 所以也是為了減少碳足跡等等 非常多高達上的理由 那大概都是實用主義的 並不是真的想要 所謂挑戰什麼外交困境 但是因為那裡自由直播 所以就直播出了 我們都知道 中共就是 駐聯合國在日內瓦的那位朋友 他舉個手然後說 這個違反什麼什麼原則 違反什麼什麼決議等等 然後那時候那位主席就說 沒有啊 我們只是在討論一些政策 這跟政治沒有什麼關係 但是大家可能要注意到 就是說那位中共 人類瓦聯合國的 並沒有離開那個會場 那這個是蠻不一樣的 因為按照他們的觀念 如果我們的代表 代表在同一個地方 他們該不走我們的話 他們就得走 不然會造成所謂 就是一種一台 或者兩個中國 或者隨便什麼樣的一些場景 但他為什麼沒有走呢 那最主要原因是因為 後來他們就定了說 那只是在播放一個電影而已 就好大家再看電影這樣子 那雖然這個電影 嚴格來講是半秒鐘之前錄的 那其實算光速的話 可能0.05秒之前錄的 0.06秒之前錄的 那但是無論如何就是立刻錄了 那還是一場電影嘛 所以我們就是在看電影 沒有這個兩個代表權的問題 那在當時是比較新潮的 這樣的一個見解 那慢慢就形成了慣例 那後來到疫情發生的時候 大家都發現 連美和國大會都是用 這樣的方法看了 雖然都是遠距 其實大家都不是在現場的 所以當時可能覺得很不要心靈 或者很酷啊 或是形成新的慣例 但是後來大家就習慣了 而且我們在這種權限上的狀況 還有另外一個好處就是說 在當時還有所謂 哪些是會員席 哪些是觀察員席 哪些是公民身份席位啊等等 就是在一個實體的會場 誰做哪邊 這個是分得非常清楚的 但是因為我們在線上 其實所有人都是 16比9的一個小房格 所以也沒有分什麼席位的問題 而且每個人自己想要 掛個國旗啊 想要就是把自己的拍照寫成什麼啊 基本上都是你自己願意 就跟改革自成的規律 是一樣的道理啊 就是但每個人都可以自己表述 也沒有誰能夠翻桌的情況下 那我確實在過去一年多 來我們的外交處境 是好非常多 而且以前都比較約不到的 一些資深的官員 透過視訊 現在都非常容易約到 因為以前他們不視訊 可能是因為他們年輕的時候 有視訊過 但他們就形成一種 見面三分情 在視訊倒扣一分情 那種感覺 那是就很容易抽歌嘛 然後音訊也很糟糕 那但是那是十年 或二十年前啊 現在他們呢 再次去看視訊 就覺得說 那品質非常好 也沒有就是見面三分情的 比不上的問題 因為大家都要戴口罩 見面剩兩分情啊 所以在視訊上面 也是兩分情 就感覺差不多 所以這個並不是 我自己的突破造成的 好像是整個疫情的狀況 只是說因為 我在過去兩三年 有相當多的經驗 所以我就可以 好像是一個trainer-trainer一樣 去跟各部會的外交人員 外交部派出來 我們這邊的人員 去分享說 在什麼樣的情況下 就是視訊不到兩分情 快要到回分情的時候 就是要果斷的觀音 什麼時候就拿起電話 打電話 等等的情況 就是有一些 臨場的反應的教程啊 那現在 我覺得這都已經正常化了 大家現在即使疫情過去了 我們再越到這樣子 自身觀音也是一件 很容易的事情 那也就不會再受之前的 好像在門口 一定要接他護照啊 等等這樣的情況的約束 對我覺得這 整套都是對我們還蠻有力的 那有三七位 我們這個附和這一位 他也很想要一個機器人提升 他們有一個機器人 提升的朋友們問說 有沒有遇過很想耍隊 不想做事的時候 我都怎麼樣子去克服帶多 我覺得你要克服帶多的時候 帶多就已經贏了 我沒有想要克服帶多 我沒有想要克服挫折感 我隨時有帶多或挫折的感覺的時候 我就歡迎他 然後就跟他相處 這就是為什麼 我要睡夠五八個小時 最主要原因就是這樣 就是我如果隨時覺得說 那我想要耍廢啊怎麼樣的時候 我至少到當天晚上 就一定可以耍廢 但是這個後面是有一個紀律的 就是大家都知道說 我到了下午 大概就慢慢的就不會再灰線了 我到晚上七點之後 基本上電腦啊 或其他的工訊設備 是不會帶回家的 那電腦就一定是放在車上 或者是放在行政院裡面 大家想要找我 都一定找不到 那當然 就是我如果自己想要耍廢 想要找大家的話 那還是有時候會 你知道在路浪上面 找一下自己的名字 突然流個眼 然後知道時候也是有的 不過那是耍廢的一部分 但是就是基本上 就是不會被工作 纏住 那這樣子的意思也就是說 我必須要在每天晚上七點之前 把email的回光啊 或者是說把所有需要 交搬的事情都交搬啊等等 因為如果沒有的話 我到隔天其實也不會再 記得這件事情 所以簡單來講 克服太多的方法 就是把一天當中有一段時間 專門就是用愛太多 專門就是用愛耍廢 專門就是用愛耍廢 專門就是愛做什麼做什麼的 這段時間 那每天在白天的時候 如果你覺得想要耍廢等等 就告訴自己說 再兩個小時 再三個小時撐一下 就進入太多跟耍廢的時間了 那一旦有這樣的機率的話 那耍廢不想做事 就變成以前的節奏的一部分 就不會變成說 好像他在明明需要醒的 或者明明需要有注意力 凝聚在別人身上的時候 馬上覺得說 那但是我當下就想耍廢 因為已經虧欠 就是自己的那個耍廢的那個 budget太久了 就是馬上說 先起住在一樣 就是下一個城市 再不去維護它 那過了某段時間之後 它就會爆炸 所以人的身體 我的心靈也是一樣的 就是一直太有用 那游泳太久 那都不讓自己好好休息 那也是我得爆炸的 所以不如每天都好好休息 把它上升作用 那有35人可能想要問說 請問委員對於台灣的媒體 亂象有什麼看法 小微公民又應該要在哪邊 連結成這樣的消息 也有點被帶風向 我是蠻相信 應該是那個狠狠的說法 就是不要恨媒體 要自己當媒體 我們在以前的教育裡面 至少微小的時候 都會很強調社會的媒體試讀 所謂試讀就是說 你在看你的新聞節目 或者是你在聽一個廣播的時候 然後你要知道說 它可能在哪個風向 不要隨便對它風向 但是無論如何 這個還是很被動的 就是你只是在接受資訊的時候 可能上個濾鏡 什麼的大概就是這樣 但是我們現在的教育 包含新科剛 包含我們的就是 終身教育 就是新洋菜 都是所有的素養導向 那素養導向的意思就是說 不是只是試讀 而是 competence 就是每個人 都可以當自己的媒體 那事實上現在 我看大家也都是在 我看到非常多人 那正在可能就是拍照 拍照 我隨便數一下 已經大概二十幾個 所以說不定都已經 有人正在發即時訊息 短文 Instagram 或隨便什麼 那所以就表示說 大家其實現在 跟我是完全對稱的 就是大家 我一面在講話 那一面在slido上面 大家撲個更 然後趕快撲出來 等等 一面也是就是 自己在創造媒體的 就是論述啊 narrative 那所以每個人都有 創造媒體論述的能力的時候 其實你只要做 相當於新聞記者做的事 你不一定要 成為一個專業的新聞記者 你只要確定說 你在報導的時候 有問過各方不同的人 或者是說 你有考慮到 大家看事情的這個 這個角度 所以你把重點先放在前面 然後 後面再放各種 相關的連結 或者彼此平衡等等 在開始想到一個梗的時候 讓這個梗能夠擴散 但是這個梗後面 那些基礎的事實的資料 也記得附上去等等 那慢慢的你就變成了一個媒體 而且其他現得過的自媒體 在做的事情就是新聞工作 就是journalism 而且這樣的好處就是說 就算你只做一點點這方面的事情 靠不像說 在台灣市場和中心的工作裡面 幫忙去看一下說到底誰講的 會有沒有根據 或者是說 在我們之前總共大選的時候 當時 Reader 公視 Pshop Lab 華視等等 有發起一個共同事實上的計畫 就是把每一個候選人 講的每一句話都打成主次稿 然後就主次稿裡面 分別 哪些是他個人的情緒感受的部分 哪些是事實陳述的部分 然後再做一些事實陳述的部分 去進行實施查核 那一旦你這樣子做了一兩次之後 你就會開始掌握到 就是新聞工作的基本的態度 那有那個態度的話 基本上就免疫了 就是之後 再有帶功效啊 加消息啊等等這些東西 你就會回到 就是當時做過這些媒體素養的工作的 習慣裡面 然後再去問說 那要警覺他後面的想法 那你也知道要怎麼樣去做查證或查核 而且最重要是說 你學到一些東西的時候 你就知道怎麼樣把它 就是R值大於 就是每個人看到的時候都會轉船 的那個方式去幫他分享出來 那這樣子 就自然效率無形 事實上 我們這個是台灣現在 主要在外交上面的輸出之一 大家可能知道 我們台灣漏市是防疫 但是不用封城嘛 就是 conquer infodemic with no lockdown 但是我們就是 conquer infodemic with no lockdown 就是我們 可以把假訊息危害 可以讓它一定程度控制住 但是又不需要 給行政院那種 就是看誰不爽 就讓誰下家的那種 權力 就是我們叫事前審查的那種權力 那種權力 當然就跟封城一樣 就是乍看之下有用 但是事實上會 讓公民社會的能量變得非常小 那在台灣我們沒有做這件事情 基本上就是靠大家去做一些東西 然後讓大家在看到的時候 可以就是不會被帶走 不是 我沒有要求 雖然他很有幫助 所以不是說是有消失的 簡報 我來看一下 我們在當時 這個我覺得還蠻有價值的 就是在當時也是在東方大學圈前 就是在香港議題大家都發現說 變成最主要的一個競選議題的時候 當時的11月15號就在我們的 這邊的整體中文 而不是香港那邊的社群媒體上 就開始瘋狂被轉傳這個訊息 那這次的訊息其實在其他的國家的話 這種就比較像是 play it take down 的訊息 因為他真的是對選舉制度 有相當國立的一種影響 會讓大家就是對一些重大的議題 或社會議題 產生出永不實的立場 因為這張照片 本來的這張 caption 完全沒有提到說 什麼有人付錢 讓他去上次行場 完全沒有 路透社只是說 在裡面抗議的人 有年輕人而已 但是呢 在我們這邊 因為我們沒有任何下降的這個做法 我們做的做法 是參考加拿大的著作權法的做法 叫做Notice and Public Notice 就是當剛剛講到這些公民的實質查核者 注意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那我們就會去 好不想說大家在LINE上面 可以把它轉傳給真的假的 或者美育利益 或者是趨勢特徑 那叫防炸達人 和這些BOT 那這些BOT就會說 因為那目前這個東西 正在對方轉傳 所以我們要趕快去進行查核的工作 然後像在真的假的 整個社群 大家就會去做查核 就發現說 這個新的 其實不是正確的 說什麼 13歲小暴徒 殺警察 買iPhone 等等的 這樣子一種說法 是當然 路透社本來的照片 完全沒有這些說法 那是哪裡來的呢 就是 中央政法委長安檢 就是中共的一個 為國帳號 這個也不是匿名的 它就是非常 台面上的 就是來散播這樣子一個 就是不實的標籤 所以在大家 查核到這件事情的時候呢 我們就給一個 Public Notice 就是 不管你是在Line Line Today 或者Facebook等等 這些平台上面 你還是可以繼續傳 這則訊息 在外面會有一個外框 然後說 這則消息是由 中共中央政法委 獨家贊助 可能不是叫獨家贊助 但意思就是說 這是他們編織出來的 一些訊息 所以大家還是一樣可以轉傳 在轉傳的時候 外面這個外框 就會提醒大家說 這個東西它是訊息操弄 那這個訊息操弄 也無形之中 可以讓大家 都可以培養媒體的素養 而不是說 好像下架之後 就雙方開始炒起來了 好比說 在選舉當天 也有一個 那樣的情況 就是每個選舉想法 都會提到CIA 當然就是 非常 就是 easy target 所以這個 它是說 這是一面投票的時候 一面在轉傳的 然後說 就是 CIA 提供兩種特殊的 引擎墨選 所以 你如果蓋在 好比像說 韓國瑜候選人身上 那 它的那個墨選 就會慢慢變淡 然後你沒有蓋的 蔡英文那邊 墨選就會慢慢冒出來 所以不管蓋誰 到最後都是蔡英文贏 大概就是 這樣子的一個 謠言 甚至 還有一些 就是合成的 這個圖片去作證 所謂作證它 但這個怎麼解決呢 這個其實我也要很感謝 就是所有的YouTuber們 因為我們在2014年之後 我們開票過程是可以邀請YouTuber進來 所以 大概那個裝備就越來越好 就是在裡面開票的時候 它都會用這種手持的 這個相機 及時的去檢票 去計票 所以這個就跟 Shopo在美國的情況很不一樣 美國很多的時候 它只有兩黨全的那個檢票人 而且檢票人 它站的距離有時候比較遠 而且它開票的時候 不會故意 辦法所有的在上的YouTuber 都給他們看一次鏡頭 但是這樣的話 它的這個鏡頭 就是它取得的影片 爭議就比較大 但是我這邊 是不是有什麼爭議可言 因為 每個陣營的朋友 都有它自己的APP 好像 這邊應該是 因爲部隊 然後另外一個 有那個什麼 穿運件 之類的 就是有些APP 所以他們可以裡面 就是在看開票的時候 裡面就 善行他們公平媒體的作用 然後就 點說這邊一票 這邊一票 所以就算你完全不相信 對方陣營的YouTuber 你的陣營的YouTuber 肯定總會相信吧 那如果兩邊的數字 差不多一樣的話 那其實就沒有什麼 已經墨稅的這個可能性 如果已經墨稅的話 就被拍到了 那而且在這個之後 我們又可以看到說 所有人就是說什麼 這個開到四號選票 明明只有三個候選人 等等的那個完整的那個 Footage 只要一有人一傳 那那個完整的Footage 就會有另外一邊的YouTuber 就冒出來說 那個是在開立位的選票 等等 就是所有的麥克風 都可以很快的被傳播出去 那本來被端章取易的 那像台灣視察中心啊 麥克風啊等等這些 就會用notice and public notice的方式 在本來的那個 故事訊息外面 再加這個外框 所以 同樣的就在開票當天 大概也不到兩三個小時 本來的那個 故事訊息的兒子 就掉到小姨姨 就是大家就不會再轉傳了 那這些就是比較珍視的 大家的第一線 所回報的這些 就讓大家有 好像一種心靈的疫苗一樣 所以我是蠻不意大家 多做這一些 就是公益記者的工作 在這裡面去累積相關的媒體的事物 那有四周一朋友們問說 像歐納這樣子 很晚起步的國立大學 有什麼未來 那這感覺上是校長的問題 像是應該我回答的問題 像是屬位麥克風一樣 陳述一下您的見解 好嗎?不要 那我講就是 那我是覺得說 痾灣起步有一個好處 就是你的 Identity 是可以自己定名的 那比較不會變成說 好像大家想到這一所大學的時候 就有一些很固定的聯商 那同樣的 我們現在最新的這一些想法 好比像說 跨學員們 或者是不分C 或者進去發展目標 而不是用特定的智能来定义自己的功夫 以前是比较像一个来的人 就是一个踢吉他上去 现在是比较像点一个技能树一样 只要离环一起解决问题的人 分散开来有甘有的技能就好了 等等这些做法 这些做法如果是比较历史悠久的 我觉得他调试的时间会需要比较长一点 但是所谓刚刚起步的意思就是说 没在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就是大家本来就可以做各种各样的尝试 并没有所优秀的历史或优秀的传统说 你不可以做这样子的尝试 所以我是觉得不管是校长 或者是所有其他员员员 办学的朋友们 他要听各位的feedback 像有透过slide的这种方式 就是大家不管是有什么想法 或者是我们说你经历来 你觉得你可以做的比较好的地方等等 那这边参赛的时候 我觉得他的就是迭代的周期 都可以比较短一点 所以我觉得他的未来第一个是比较开放 那第二个是大家参与的决定权以外来讲是比较大 那我在跟就是全世界分享说 像这个我跟日本的朋友 日本理论上民主化 因为他们是非民主化 比我们早很久 那这个像台湾这样子很晚起步的民主真品 没有未来的 但是其实这个概念也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起步比较晚 而我们起步的时候也已经有忘记网路了 所以对我们来讲这一套民主制度本身 其实就好像是我们的科技一样 是每个人都可以参与 而且每个人都可以像这样做的 那如果已经有两百年的 一百年的 五十年七十年的 一个永久传统等等的这些民主真品的话 那反而这些最新的想法出来的时候 他们没有办法那么快的去适应 因为他们已经很习惯本来的这个做法了 所以比较新的意思就是可以比较创新 不过这个也是要靠大家的积极的参与 好 那有个朋友说他可不可以三点五十 先跑回去点名 应该是可以的吧 我们这边应该没有什么迟到早退 什么的 可以好 我看到有人在点头 这边是可以好 那请问除了AC产业之外 有没有什么别的产业也有前景 当然我可以很官方的去回答说 我们像所谓的六核心 就是六大核心战略的产业 不过这个大家在就是网络上面 自己稍微找一下六大核心战略产业就可以了 我也不需要在这边的倍数 但是我自己是觉得说 台湾最有特色的就是 我们在发展这些产业的过程里面 我们是采取一个 他不但不破坏社会 或者是不能破坏环境 而且事实上是要同时解决社会 或者环境问题 不然的话大家都会一致 这种很 很有趣的很永续的 这样子一种社会氛围 那在台湾我还记得 我就是很年轻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说你不要破坏环境 或者破坏社会就不可以了 但是你就是等到很赚钱的时候 再来做所谓的一些社会责任 但是现在的话就不是这样子 不管是年轻的朋友要找工作 或者是说在消费的时候要选择 你要消费的对象等等 那常常是说那你有没有做那些对手的 我还记得好的事情 如果都没有做修正宏观的话 现在多多少少也会被离职 这是为什么就是 认识永续把人都得到 这么重要的另外一个原因 这样子很多别的出交代说 你在做的事情 到底解决了 哪些社会的产业的问题 所以举应来想像刚才 这个跟像在聊到说 他说我穿的这件衣服很有设计感 确实设计上也是很有前景 但是我就马上要给出交代说 没有这件衣服 其实是用可能12个这个宝特瓶 就是像这种宝特瓶回收 然后以及可能5杯左右的咖啡的咖啡渣 就是喝完之后剩下的那一些 那这两个都是回收的物料 但是我们透过作为循环经济的方式 把它upcycle 就是本来它的代价比较低 但是回收之后代价比较高的这种方式 做成这个叫咖啡渣 所以它是可以类似跟GORTEC 类似的这种技能布料 但是又可以自己情节 就是刮这就会 可以自己做就是意味旅行 等等 我今天并不是来卖衣服的 但我的意思是说 就是我们如果习惯了每一个产业 不管像这个是纺织 或者是时尚设计产业 在制作的时候 那都讲得出它的故事 实际上有一个纺织做出来 应该是牛仔布做出来的衣服 就叫storywear 它可以讲得出来 说那这件衣服里面 每一个物件是从哪边回收的 牛仔布做成的 缝这个的 它是本来就业上面 比较困难的一些妇女 而且上面还会签她的名字 上面说她花了多少小时来做她等等 那这些我觉得大家不管是认定这个价格 说那我愿意花这个市价来购买 但是我都认识到它价格之外的这个价值 所以这个价值 第一个我会愿意 有一个premium 我愿意一价购买 当然四分之三 台湾民众都愿意 这个是到过很多其他国家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那这个故事 我也愿意再把它就是传购给其他人 那这样子的话 就不是只是这个单一的产品 或者是服务 而是说这个产品服务 或者它后面的这种创新的模式 哦原来还可以这样子做啊 就是这种感觉 可以在每个消费者的分享的过程中 因为每个消费者也都是自媒体嘛 在这个过程里面 去创造一个比较世界性的一个前景 所以我觉得这一部分也是非常有 就是创作的可能性 那如果大家对于跨越人整合啊 设计思考啊 这些有兴趣的话 那或许可以多看一下我们社会创新相关的 就是四月曾有一个APSIS 亚太社会创新同红会 那也有线上的直播 所以如果有空的话 也可以多注意这一部分哦 那那个四十二朋友们问说 想问政委是不是黑客松啊 如果不是资通讯背景的人 是不是也可以加入哦 那黑客松就是黑客的马拉松 黑客就是跳脱既有的框框去思考解决方案的一群人 马拉松就是都不休息哦 那当然黑客松它的长度不一定嘛 像我们一般的黑客松通常都两三天 那大家集中的解决有问题 不过呢黑客松也有分长短 这个是总统背客松 因为是总统级的嘛 所以不是三天哦 就长达三个月 所以每年在一开始就是 我们会看到很多人来许愿 说他希望这一年 透过什么样的新的方法 能够解决这十七项 和许多亚目标相关的这些问题 那我们又用一种比较新的投票方式 谁叫Vitalik Buterin 就是跟我一起目前在一起创业的就是以太坊的创作者 那他有发明一种新的投票方法叫平方投票法 那所以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些许愿池啊等等 那在这些评审的协助 以及最主要是网友的平方投票之下 一起去挑出每年最后获得我们辅导的就是25个队伍 那这些在三个月的协作之后 就会进入前五强 那前五强部分你一次都会获得一个奖杯哦 那一个黑客松的一个特点就是说 他的想法只要到Proof of Concept 就是他证明这个东西在一个小规模的地方 可以适用就可以了 那我们是讲的一个创业 但是东方的黑客松的奖杯 有一个特色就是他不是只有技术上面 他可能这个队伍他在试的是一个法规上面的突破 或者是一个行政方法上面的突破 他比方说我记得说在2018年的时候 当时我们班的这个奖杯 总裁的黑客松就是关于高雄气泡 高雄气泡那个时候就是很多的救护车 他其实不知道送到哪家医院 而且每家医院的值班的衣食要护理事 也好都接非常多电话 那他也没有一个一致的讯息会流来嘛 所以他事实上有量化的算处来说 因为没有一个一致的讯息传递 所以最后浪费了多少时间 而这些时间最后可以拟救多少人 所以后来他们就做了一个叫救急救难战斗的一个模拟的系统 当时还没有真正的系统 他们只是模拟说 如果所有的重大伤患 他在后送的过程里面 其实救护车上面就可以及时同步他的讯息给所有的医院 而医院又可以及时把这些讯息就是扩散 就是如果我这边不适合的时候的话 那我告诉救护车他立刻就转向了 等等这些量能放在角度规划等等的话 那可以省到多少时间 那所以因为当时有一个奖 那我们的奖杯就是一个投影机 那这个投影机只要一打开就会投影出这个 就是神乳派 就是总统派奖给你的照片 所以总统杯就是有总统的奖杯 那所以就是这个奖杯就是一个台湾的形状 然后一投影出来就是总统承诺说 那你这样子一个想法 那本来可能没有预算 那我们就用科技预算去支持他 那事实上目前就以高一为首 已经在试着就是高雄跟屏东的这些 的优优优独播送 就会用当时共同的黑暗搜这条系统 那有些呢它是根本就是违法的 好比像说一次同一年 是应该蓝鱼的一个护理师 来这边提案 提案是什么呢 因为当时之前蓝鱼另外一位护理师 好像因为就是晚上就是气象相当不好的情况 但家属还是要把受伤还是生病的一位患者 后送到本岛 那所以连植生机就发生这个空难 那所以这是大家都记得的一件事情 所以当时就有一个叫做临时差队 不是临时差队 没有时差的队伍 想要减少这方面的时间差 所以他们就想进办法 那我们就在当地用试询的方法 让本岛的专科医师 透过试询指导当地的护理师 去进行就是急救 以及相关的这些诊疗 但是江蜀当然很喜欢这个 因为他可以即时看到专科医师 可以来做指导 但其实这个方式是非法的 因为护理师只有在 医师在他人旁边 就是同一间房间 他才能够在医师的指导下做处置 但是其实如果医师在荧幕上 那就他只是在看电影 也有按照当时的医师房 就跟联合国一样 那虽然他其实是不具有那个 就是医疗授权的那个效力 那但是无论如何 我们就花三个月的时间 然后实际测试看看 看说有没有可能说 真的就是家属因为这样的关系 就不能放心 那在你的护理师 或在你的家医药等等 也因此觉得学得到那么多 所以他心理到愿意留在那边 而不是说医学中心志愿之后 他就立刻起先到的就走了 因为他觉得他学不到 从他上边的处理方式 所以总是这些全部都到位之后 那他们就获得到那个奖杯嘛 那所以本来好像说 微服务管内政部 因为执政机器内政部管的主命 可能这个法规的证量 还要那么高的排二体 但是他们去就是跟他们讲的说 是要把那个奖杯打开 投影出总统 那两个主命马上就去 远顾这样的事件 所以立刻就推出了 就是利益法的修法 所以现在这种远程证量是合法的 而且他们也同样用 应该是前瞻的钱 就是确保说 我们全台湾大概一百多个 偏乡跟离岛的地方 都可以用这种视讯证量的这种设备 当然现在到五局 是已经可以去行动诊疗等等 所以这些都是不是自动讯背景的人提的 他可能是互利的背景 他可能是一个急救责任医院的一个外恨医师 但他们看到的实际的问题 他想像某个方式可以处理的更好 那我们结合各部门的朋友 一起来模拟阵子 看看有没有真的 因为这样子所以各方都有好处 而且没有牺牲到任何地方 那如果有的话 那就会总统颁奖 所以今年的大概也是 大概一个月之后 4月会开始了 那每一年的总统黑客松 都有很多就是大学的学生 参加孙业 那我们大家有空的话 可以就是贡献你们的想法 到总统黑客松里面来 像去年有很多年轻朋友 就是做这个风查的这个case 我就觉得很游戏化 所以它是类似像精灵宝可梦 大家应该有看过 就是一个地图 然后大家可以去打卡机店等等 但是它打卡机店的吃 就是盐水机 就是你不用买新的宝特瓶 而是哪一个茶壶 把它当作破关的道具 然后连续50天 每天到附近的盐水机打卡等等 那一方面当然养成一个减缩的习惯 那二方面是说 那它可以有这个 好比像说 你如果是易敏感的族群 或者气温突然间比较高 那你有可能中树等等 这个app就可以推送通知你说 还记得喝水 那累积的这些金币啊 还可以做什么地方 温室工作者的巡礼 还可以去换当地的什么 社会企业的这个饮料啊 什么之类的 所以它是就是各个方向的SDG 全部都凑到一起 然后只是拿 只是躲完吃环保树的饮雪站 或者是后来中油也加入了 然后说什么风查的精神 就是加油的精神 每个都会自己在干嘛 然后去普及大家愿意走出户外 然后愿意参与减缩的这些活动 所以最重要的还是想到一个梗 就是让大家能够加入 更公平 然后有趣 然后又能够快速获得这种乐趣的感觉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 就是实际打到我们的所有theory of change 就是想到一个改变的理论 那么一年之内 就可以落地 变成我们的公共政策的一部分了 好的 那有四十一位朋友们问说 今天是不是有幸能够听到正位唱歌 那今天可能因为喉咙有点不舒服 大家也发现了 所以今天没有开桑 大概是没有办法唱歌的 好 感谢这位朋友 那有四十一位朋友们问说 请问正位明音跟梗图对于社会有什么改变 那正位觉得明音有没有什么可以利用的价值 我自己是觉得明音跟梗图它就是这个时代我们说我们每个人可以自行传播而且都可以加上去的可以二创可以三次创作等等的一个代表 因为在以前的这些载体我刚刚讲到不管是电视还是广播它基本上产制着的那个门槛都非常高 所以大部分我收听到的我除了告诉大家说每天同一时间这个进行周围什么之外那其实我对这个讯息本身没有办法去进行改作嘛 就是那些创作但是现在就是光是看就是刚刚的很多怀孕鲑鱼的二创就已经可以知道什么 像刚刚那个问问题的叫董鲑鱼金嘛对不对 就是各种各样子的梗已经弥漫到我们的生活里面 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是这个弥漫的过程里面二次或者三次创造的这些朋友 所以我们当然一下都是打不过就加入嘛不要和媒体自己当媒体 所以可能之前大家也有看到说我们在每一个就是部会里面都有一群叫做开放真的联络人 那就是专门去跟网路上面这些不特定的项鱼去沟通 我们后来就发现说跟项鱼沟通的语言最好的语言除了说像主题标签这种警字号的这些梗之外 就是警字号归于你的就是一个很好的梗之外那就是可爱的这个图片 那像卫福部的开放政府联络人家里就住着这么一只柴犬 所以每一次当指挥中心推出一个新的政策 好比想说我们要有physical distance有尸体的距离嘛 那我们在室外表一公尺室内要的烟雾公尺 那这个时候这一位朋友就开完计程会之后就走路回家 那然后就拍一个新的照片 然后就出现了这样子一个梗鱼 就是室外要保持两只总裁而室内要保持三只总裁的距离 那如果没有办法维持三只柴犬的距离的话就要戴上口罩 那相信大家看过之后就很难忘记 这就是明音的这个力量 那而且它也有多过语言的版本 所以这里面它很有意识的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文字配图的时候文字图是没有叠在一起的 所以不管你是新著名啊 或者是其他的这个语系的朋友 看到这个想法好像说最近德国就在研究这一套 那他们看到这个想法 它可以不需要抽换底下的图 它只要把上面的字这个也不需要去背嘛 你就直接就是把字盖一样 再加上一些你自己当地的语言 那马上这只口就可以来帮忙 就是感化你的民众 那当然有些是语系专用的这个梗 实在是很难翻译哦 好像说戴口罩是为什么是因为不要吓到吃手的时候 那这个就很难翻译 但是就是说这个其实是我觉得非常的厉害 是因为他在讲的不是说像西韩国家说 你戴口罩是为了尊重你以前的义务工作者 或者戴口罩是为了保护长辈 或者是戴口罩是为了展现你是什么优良的国民之类的 这个通通都没有用 为什么因为他传播的这个几率不高 他的RGD语义就是平均每个人看到 就算他记住不会传到超过一个人的手上 但是这个是在讲说为什么你要戴口罩 是因为他可以防护你自己的脸 被你没有用肥皂洗过的时候碰到 就是他可以防护你就是不小心吃手的时候 那这个就跟所有其他人都没有关系 就是叫rational self-interest 就是保护自己本来就是每个人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反过来讲低低性的情况 好流要保护自己不要想要吃手的时候 也是每个人都很容易开口的 如果你要告诉你的长辈说 你不戴口罩是你不尊重长辈 就是很奇怪对不对 但是你如果告诉长辈说 你要戴口罩才不会不小心吃手的时候 这个是应该讲得出来的 所以意思就是说他是一个social object 就是每一个人在跟其他人分享这个概念的时候 分享者他是不是可以有乐趣 他的社会地位是不是可以没有变损 那这两个都能够达成的话 其实这个民营的自带传播力就会特别高 而且大家都会愿意去二次的或者三次的去进行再次的创造 所以这个是对于社会我觉得蛮正向的一个改变 那就像刚刚讲的 就是就算有些民营 它现在并不是一个完全对社会有公益的应用 但是你也可以再去进行二次三次的创造 直到它对于社会是一个有公益的应用 那这个是我觉得明明就是有可以利用的这个价值 那有次学朋友们问说 郑伟郑伟可不可以帮你洗头 这个梗那个hook已经用过了 是不是说可以讲一个比较新的梗 那在就是hook帮我洗头的那一支影片 事实上他拍了两支 一直是他莫名其妙跑出来说 可不可以帮我洗头 然后我根本不知道他还问什么 然后我就傻傻地说当然可以 这个你看专业啊什么之类的 但后来才知道这种就是 他洗头并不是真正他的专业 才是他的专业 但是无论如何就是 然后我们也应用这一次新的机会 去把好减材就是一个社会企业的法郎的这个概念 就是传统上大家觉得社会企业 好像是产品为主的 但是其实服务为主的 也可以是社会企业 那像就是在社企业iLab里面 当时就是我看到他们这个社会企业 这些预成终于有一个服务类型的 就是好减材 所以虽然我之前从来没有学过好减材 但是我还是去 那你就发现说每次就算帮我洗头发的 都让上口关于劳动权力的维护完 然后关于这个就是职业的这个职能的精神啊 然后关于就是社会对于法医工作者 这种污名化啊 以及怎么样解决这个污名化的问题啊等等 他们有一整套就是两边社会的方法论啊 每一次去洗头都好像在那个上社会学的课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蛮不错的 就是可以通过洗头来传递一些 关于社会面的更加工程的一些想法 但是因为这个已经被酷的差不多了 所以除非你有什么就是藉由洗头 还可以传递更好的就是想法 那也许可以欢迎就是在跟我联络 但是如果没有想到很多话想法的话 也欢迎像别的具有公共利益的一些 那我们就尽可能来配合大概是这样子 那有三十八位朋友们问说 在台湾教育体系里面文组啊 相对领组似乎是处于相对弱势 但是既旨体系又明显被高中体系歧视哦 这个我一向都是很中立的 因为我连高中都没有念过 所以这边没有什么歧视的问题 那请问这样子的现象是不是必然发生了 以及我们应该怎样应对这种互相歧视的这种问题哦 那当然有一个比较简单的这个方案 就是需要念大学再去念大学嘛 这个其实是一个福利抽新的这个方案 而且我一向都可以这个方案 但是这个话我也了解说 目前并不是很可惜 因为我记得当时在2065年 当时小英提出来说 高中毕业之后可以先去 不管你还做什么做什么 他总是不要先念大学 然后国家邦业有个教育处去账户嘛 那所以当时大家就觉得这不错 他没有硬要为了升学而去拼一个什么东西 他可以真的找到问题再回到学校来哦 那这样他学校也比较知道怎么对接 他提出来的社会上的问题 但是虽然万人想念 但是并没有万人到场 事实上很多研究中理 就是没有真正来用这个方案 那后来我们一问为什么 那大部分的都是说 因为家长反对 家长说附近的就是小孩都是高三 就是一页都就去上就是大学了 那为什么只有我们家的小孩 不要立刻去上大学呢 那我们就有问说 但是就是家长就是反对 那你没有距离比证吗什么之类 那大部分的人都是说没有 因为我要做任何事情 包含他要去交换要实习要出国要怎么样 都得家长监名啊 他18岁确实没有存 但是民法上还没有成年 但是刑法上成年 所以他要承受全部的责任 但是没有相应的权利 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状态 那所以通常就停在这个地方 那所以后来都让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 所以从现在算起大概一年多吗 两年之后 不管是新法还是民法都是18岁成年 所以之后确实是会有一种新的气氛 就是在高三结束之后 甚至因为现在高三也是选修制法 那所以在那个时候就可以去做自己相关的职业试探 那不会好像为了非得 念他去为这个基本的目的 去分文族或者是立足 那等到就是所谓出社会 之后发现说 真的有一些我需要学的 我如果没有一个理论训练 我们有学术社群的话 好像我就难以在这方面 在积蓄经济的这个问题意识出现的时候 再回到大学 其实他们的教授也比较喜欢 有带着问题意识来的学生 那这样的情况下 我觉得这边的互相其实的问题就比较少 因为这样子的话 我如果需要的是文族的这些知识 或者是说我需要的是一些机制相关的一些知识 那我是可以很大大方方的说 我是已经知道他要怎么样应用 他有怎么样的社会目的 所以我是带着这个文族的意识来取得这些资源 那本来就是我有意识的选择 而且我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嘛 那加上也很难去说什么 但是只要在之前的就是加上 相对于小孩话语权 还比较高的这个情况 那我觉得这样子的就是相对解释的情况 在要看家庭的情况 那在某些家里面还是会被复制 所以我是觉得越早上 18岁的人变成成年了 那这样子的问题可能就比较少 那甚至就是你变比较成熟 而且有自己论述的能力的时候 还可以考虑就是求我们的上一代 不要让他们输在这个终点线上面 就不要说他就是一辈子就有个怀抱 这种好像某些一定比其他好 或者什么唯有度数 那种情况有空的话 也可以就是觉得他还可以沟通的话 也可以稍微就是导致一下 他的这样子的想法 而且可以建议他带着他的问题仪式 也可以去进行乐龄 或者是终身学习终身教育 我想未来就是每个人进出大学的次数 应该是也会增加 就是随时世界有变化 或者是有一种新的概念出现的时候 那就不管透过 当然也是已经有的 但是在每个学院 当然都会有类似这样子终身学习的方式 那这个里面其实学会数语法 已经有一些相应的修改 当然未来学院年限 跨学科啊 大学系统啊等等 可能还可以有更多的经济 但是简单来讲就是说 部分年龄老家需要大学就会到大学 但不需要大学的时候 不要急着分科分析 然后急着进入大学 就是我觉得这个 非常能够复理重新解决的这个问题 那有思绪 因为我们问说 郑伟对于主观跟客观 这两种四个角度 在人我往来的观念想法 传达上面根本是什么看法 个人认为在面对问题的解决的时候 有什么样子的利弊 那因为这位朋友的关号也是蛮有意思 他说因为这种肥要问题的时候 总能够提供 具有普遍性的客观事实 所以好奇对于事情 是不是会有主观的意见 我自己的想法是这样 就是我不会对于事情的解决方案 觉得一定什么样是好的 因为我如果一开始就谈判说 我觉得什么样是好的 而我又是生活员的话 那更好的答案大概都不会出现 所以我很少去说什么样是好的 但是我会有一种 比较叫做苏格拉利方法 就是如果有人提出说 这个一定可以解决 非常多的问题的话 那我会说 那这个是不是有什么前提条件 你的前后是不是有点矛盾 都会再多想一想之类的 但是并不是说我只出一个很好的方法 就让他跟着我走 而是说 那他的想法里面 有一些可以静静的部分 去引导他再去想到这方面的方法 所以我是有主观意见 没有错 但是这个主观意见 并不是judgmental 就是他不是一种同判式的意见 他比较是一种就是 facilitated 就是一种引导式的一种意见 大概就是 如果你的感受 或者你的建议 没有足够的事实基础 那我可以帮你补上那个事实基础 会引导你去 看到那个事实基础 应该是什么 但是我不会说 那你有自己的感受 或你自己的建议出现的时候 我说我没有这个建议很烂 只有这个建议才好 我是觉得不会这样子做的 那为什么我是采取这样子的态度 也是因为 我们在数位的工作上面 本来就可以同时运行很多个解决方案 这个是跟很多实体的 好像汪汪工程很大的一个差别 因为这个建筑物在这个地方 如果盖成这样 但是不可能同时盖成别的样子 但是数位就是不止一位 数位就是好几位的意思 所以任何一个服务让它数位化成 它就可以同时出现非常非常多不同的变形出现 那像大家可能已经 就比较耳熟能详的 那个口罩地图的案例就是这样 一开始根本不是我的想法 那是台南应该叫屋占卫人员的想法 但是我把他的想法的增幅 就是告诉院长说 那我们就不要靠民众来回报 还有没有口罩 而是靠药局 自动每30秒钟就公布一次卖了多少口罩 但是等到大家发现说 有些朋友不是很习惯用地图的时候 他并不是要求我只要我去做修改 而是那些觉得应该online对话机器人的 像机关架那个团队 立刻就把它做成line上面的机关架 这个对话机器人 那后面有一些朋友觉得应该有趋势的分析图啊 应该有可以zoom in zoom out的这个热点图啊等等 那每一个人都不用先取了其他人的同意 他们都可以用相同的实施基础 然后自己做出各种不同的就是数位服务来 当然就先觉得说 如果没有美语的话 那我们就说没有 其实Open API都是没有与众差别 那你也可以做一个美语的版本 那有美语的版本 像我之前做名店 那就会有阿美语的版本 所以就是不是说要一切等政府说 那所有二十种国家语言都要同时上线 但是只要有人愿意来做 表演书女组的语言 或其他族群的语言的话 我们就说那所有就是这些都是开放的 那你去就是改做 我们也不会说版权所有翻译必究 事实上我们是用CC秀群 就是非常欢迎大家用Creative Commons 创用CC的方法去进行改做 所以我会觉得说对于问题的解决 当是这种同时可以存在多的解决方案的问题的时候 我一开始太有主观意见的话 那基本上就是把后面的这些解决的这些量文 好像都把它编不见 那但是如果是在同一个时间点 只能有一种解决方案 就比较实体的类比 也不是数位的话 那这些也未必适用 因为我是数位政委嘛 所以我大部分处理的事情 全部都是数位的事情 那数位的事情上面 这种保持开放的时候的态度 我是觉得才能够就是每天 每天有一个新的情况发生的时候 那上百种不同的合作地图 总有一两个开发者 先看到这个情况 先去应应这个情况 那如果什么时候经过我的话 那我就会变成所有人的瓶颈 大概是这样子来回答 有42位朋友问说 要怎么样子交女朋友 那我觉得首先就是把 支持你想要交女朋友 这个讯息公布出来 那现在已经在slider上面 公布出来了 不过就是比较可能 有打折扣的是这个朋友 是匿名的 所以我们也不确定说 是哪一位朋友想要交女朋友 不过slider的时候 你可以回去再加上自己的名字 所以也可以 欢迎就是在这边公开成员 我们也可以来提供这样子的服务 那有41位朋友们问说 开放创新 最重要的元素是什么 可不可以取一个在社创中心的例子 那社创中心是我的办公室 它是台北人R339号 这个我有看过 一夜秀的话 应该是有点植入啊 那在R339号的这个地方 它长这样子 那它本来是空军总铺 那现在已经变成5G 105G 那我们已经把旁边 所有的围墙都拆掉 所以它也可以说是一个公园 就是类似 像大安斯林公园旁边有多一个公园 那任何人都可以走过来 然后开始看到这个 这应该是西汉儿 一些就是非常有艺术规划天准的朋友画的 那听到西汉儿 可能大家想到就是泡面包 或者这个就是饼干嘛 可能很好喝的咖啡之类 那其实他们画出他们看到的世界 那就好像饭骨一样 就是任何人都可以在这个线条里面 进入一个比较有创意的这个做法 那事实上他们像说这个后面是一些制武家 看起来是相当的不起眼 但是之前就是有一些朋友 来吃饭东西玩的时候 他们就不是玩了参访的时候 他们就看到这些他们的这些 画作的这些公共艺术 然后他们就脑洞大开就爬上了这些 本来不是别人爬的这个翻把架上面 就是现在就别人的翻把架 那这位朋友他叫Stanick Lillen 是捷克的布拉伯斯的市长 是海盗党的党员 后面是他的局处首长 都是一群海盗 想想好像乖乖的 但他们真的是海盗党 那他们手上拿的就是 虽然他们看不懂中文 但都看得懂就是实际上 去把目标的这个标志 那我笑得很僵 是因为就是没有人爬上去过 我怕说摔下来就变成国际的那个腰纹 但是实际上没有摔下来 所以第一个在身上中心 我想最重要的就是 每个人带着这个创意来的时候 都不会被驳回 每个人都可以有一些时间去 不管花40分钟 跟我pitch某一个他的想法 那或者是说甚至在这个地方 直接就开始失作 他的这个想法 好比像说在2017-18年吧 有经过摄窗的朋友 常常都会看到这些 看起来就很像外星人的 不知道什么东西 那这些是三轮车 那这个就是我在博恩夜宵上面说 三车跑得快 但是其实跑得很慢的这些三轮车 那跑得慢的好处就是 虽然它是自驾车 但是它撞到人也不会怎么样 撞到墙壁也不会怎么样 撞到什么都不会怎么样的 它跑得比我跑步还要慢一点 但是这样子的东西有什么好处 就是它会让大家觉得 这个是比我的身高矮 而且它的速度很慢 所以它很可爱 那有一个可爱的感觉的时候 大家就比较愿意投资时间下来去帮忙 改进这个污轮车 你可以想象如果它是非常大的货车卡车 然后在那个高速公路上面 这个呼啸而过的话 那你当然不会想要解禁它 更不要说是帮它去改它的演算法 但是这个因为足够慢 而且是融入生活当中 所以它其实变成 我们在就是无人载地 创写实验条例 还没有正式通过之前 去融合社会的共同设计能量 去告诉我们说 无人载地杀核里面 应该有它一些程序的一个 非常好的共同创作工具 所以像当时 因为这个旁边就是监国花室 我在有一天工作到比较晚 然后监国花室就那边走来一对老夫妇 让他手上贴一些 我觉得应该是很滑板的一些花盆 然后他就问说 证伟你在这边跟这些购物车 你在做什么 那我就说这些不是购物车 是自驾车 你坐上去都是它要到哪里 他就会慢慢地 就是开过去到他边 但是他说没有啊 我看起来就像一个购物栏 所以就是你知道 这个脑洞打开的情况 什么东西都可以当 购物栏用 所以他就直接放下去 那就跟拍拔架一样 也没有摔下来 所以他真的可以当购物栏用 然后他就说 我其实并不是很想要 它在我取决的地方 我希望它就是一个购物车 然后在建国花室买花的时候 它要在旁边 所以我hands free shopping 就是买了之后就往里面放 那它就一步一去跟着我走 那而且他们在电视上面 有看过的自驾车可以行程车队 所以不安逗命 所以如果它装满了的话 他们说最好 它可以往后退一步 然后再有一家新的购物车 就跑到他旁边来 那这些购物栏就可以排成一列 那就不需要说 一路买 然后它会很重 还要拿个拖车 还要先记忆放在 就是前面的摊位 然后他因为年纪大了 当中又会忘记 等等非常的麻烦 而且说 你可以一路这样子买完之后 他们就上车了 那这些购物车 他们也没有想到自己拥有 他就可以分享出来 给建国花室 跟其他的朋友 那重点不是说 这样子的想法到底是适合还是不适合 合法还是不合法 而是说 有这样子提出来的想法的空间的时候 旁边的一些做黑客松的像 这应该旁边是黑客大的同学 他们就有很多想法就可以实现 所以这些想法他们就拿去修改 就反正说 如果你真的要在这个花室里面跟着人的话 就首先不能像就是 就是独眼巨人一样 只有一个红灯 因为没有人知道你在跟谁 所以就一定要两个眼睛 他才知道说在跟谁 要能够看得懂人的表情 要能够这个让人通行啊 什么之类的 所以就是换到变成一个 co-domestication 就是一个互相玄化的这样一个过程 那这个互相玄化过程 我们也做了蛮有趣的一个 现场调查MIT做的 就是如果他非得两个不同的人 让一个人活 然后挡住另外一个人的路的话 他应该优先离让谁的这个调查 那在台湾的调查的结果 就是应该先离让长辈 就是像那一位老夫妇那样的长辈 或者是说长辈之后呢 应该是可能做人医药 或者是行动不方便 申请障碍的朋友 然后接下来可能是怀孕的妇女 然后最后是小孩子 就刚好劳劳妇如果这个顺序 在日本也是一样的调查结果 但是这些自家车本来的 在MIT 在Boston 在波士顿的时候 他们也让了一个一模一样的调查 但是结果呢 是就是大家都觉得 应该先让小孩子通过 那长辈就随便 长辈找到就找到了 所以我的意思是 每一个地方它的社会常规 social norm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如果是国外的这些创新 直接带到这边 那然后就直接说 那市政府就说 接下来所有的地方都开始 用这个带步工具 那一定会出现 跟社会常规互相重复的问题 那就是因为 我们有这样子一个社会常规 甚至一个像沙盒 sandbox 一样的空间 所以大家有这些新的创业的时候 可以先融入社会一阵子 然后看看社会能够接受的 那个常规是什么 顺着这个社会常规 先解决社会问题 像我们说 越偏向越先进的方法 来无助无据 那这样子的话 大家对于像这些 无人载区的接受度 才会变得比较高 而不是觉得说 这些都是好像是 就是技术人员 要求这个社会改变 来配合技术 或适应技术的这件事情 所以再次强调说 数位是不止以为 所以就是有各种不同的想象 都是非常好的 那想要让他们开放资料 开放硬体 开放软体 任何人都可以来修改的做法 黑客送的做法 就是我们把这些细心的东西 拿来真正 扣付社会问题解决的方法 那有38位朋友问说 像请问证文对于Acer 最近被这个勒索病毒 还是被在案网上公布了一批资料 有没有什么想法吗 我自己是不评论个案 因为个案也不会到我手上 或出现大概都是通案的这些活动 所以通案上面我会说 确实最近 由于可能就是加密活币的盛行 所以就是从勒索 附属金到自动解开等等 从头到尾都不需要通过人 他可以完全自动化的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传统上面说的那个 三二一备份的原则 就是三分备份在两个不同的地方 然后至少就是一个不同的媒介 在地等等的这些做法 在以前好像是觉得 中小企业会觉得好像不会分到我 但是现在因为是用全自动扫描的方式 所以其实就是并没有分离的 就是大小任何伺服器 他只要看下有几个成分 就一定会被这些全自动机扫描到 所以我虽然不评论个案 但是我们也蛮高兴看到说 现在在业界也开始有很多这种 类似自然联盟吧 就是他可以有一个联防 就是有一个碰到这个状态的时候 可以及时通知到其他的类似的业别的朋友 那异地被远啊 被分啊 这种resilience啊 就是恢复力的这种做法 在以前我们可能有讲的 大家不一定听嘛 但现在就是发生了这种全自动的事情 越来越多的时候 他就发现说 这个就好像防震结构一样 不是说没有碰到地震 而是说你迟早会碰到地震 那所以每一次就是地震完之后 怎么样复原 这个就是任何时候都要做的事情 不是说好像碰到再来做的事情 所以我想大家全面的自然预示 因为这一两年的这个新的情况 都有所提升 那我觉得这是蛮好的 当然它也造成说对于自然人的需求 现在突然变得非常高 那我也很高兴看到说 现在越来越多包含可能自然所啊 甚至还有有看自然博士团的啊 或者是业界的这些自然的征兆训练啊 我们的就是公务人力里面的这些资案的 未来可能要有一个直系啊 有一个专门的资案署啊等等 这些都变成啊 就是本来有五大这个产业创新里面 还没有资案独立出来嘛 那现在六大队性产业里面 那自然就自己出来一个变成它自己的产业 我觉得这也蛮好的 因为我们的反正 跟以色列或安沙尼亚一样 就是在最前线嘛 最前线没有被拉到 那平均里面就太不错了 所以如果大家就是想要发现自然的话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好的一个反正的方向 那有四十三个朋友们问出了 请问高雄大学跟中山大学 我们是不是知道要合并啊 没有什么答案吗 没有什么确切的答案 那这个我也不知道 我们这边不知道事情 我就说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这个高雄大学跟中山大学 是不是要合并啊 有四十五位朋友们问说 请问是我对南投政府强制巴哈普特下降 以及关于仇团分局局上的 设计新创的事情有什么看法 这是两件事情还是一件事情啊 我完全不知道 这两个我目前一无所知 所以如果有兴趣的朋友的话 可以自己稍微找找看 但是我目前这两个都没有放到 有四十四位朋友们问说 学校付了多少钱 请我来演讲啊 这个我还真的不知道 我刚刚并没有签 签收单 那在有朋友局所是四千啊 还好是四千 因为如果超过五千的话 就超过公务人员 念证规范 我们就是一小时不能收 什么过五千块 所以很高兴 只有四千的这个伙团 那我基本上并没有一条 就是要付多少演讲费才演讲 我基本上就是每个月固定会派四场 然后校园的演讲 部分当学或者是国中国家等等 所以只要超过这次来高雄 那就一下子又要三分拨打 因为昨天像今天已经在三搜大学来演讲了 所以可能比较不是重点吧 那可这样我们高铁院里都可以保持整个车马费 最主要还是靠赛楼这个方式 像现在一百五十大个问题啊 虽然我好像只剩三小时 但是回程的高铁上 我会把大家问题全部都看过 所以大家也可以把这个当作一个 类似不知道学员池之类的 这样子的一个地方 那有哪些我真的可以帮忙的地方 那也好欢迎再留下知识联络的方式 那这个其实是 就是刚好跟这个追问有点像 所以我也回答一下 就是如果倾听大家的想法的话 那么在政策的决议上面 是不是会拖得太久 以及降低自己主观意见的话 会不会变成一个源云亦云的硬生虫 才能有意思的想法 我想倾听大家的想法跟决议 其实是互相加强的关系 如果我们的这个决议是 已经凝聚了大家的想法 让大家都随不满意单可接受 那这样这个决议题通过之后 那大家就去做别的事情了 就不会再有抗争等等 反而是说如果这个程序没有好玩 没有充分的聆听到大家的想法 那总之会有人觉得 这个决议一做成的时候 它就有不利益 那不管它是通过可能处愿啊 或者是诉讼啊 或者上街康一样等等的方式的话 反而才会变成 那这个决议必须要回头 也必须要回头的这个情况 所以我会觉得说 只要一开始有稍微多一点点的时间 可能一个月可能六十天 现在主要不是六十天 我们在就是公职通过台语平台 中文平台上面 本来就有一个就是系统性 就是大家意见的这个方式 那如果六十天大家都没有意见 那就表示说 那这个政策通过了 应该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抗作力 但是如果这六十天 大家都就是平命的来 踩上车啊 踩方向盘 转方向盘啊 转方向盘啊 或者是踩油门啊 但不然就是有各种 那样不同的立场的话 那在那个时候稍微 顶下来一下下 然后去综合到一个 来加速满意单的 建设解决方案 那这样子反而就是 会让决策变得比较的效率 所以在一开始 在这种发散各种各样的意见的时候 我觉得不需要 吝啬于分享你的主观的意见 因为你的这个主观意见 看实际上 都不然就只有你才有 所以你如果不贡献出来的话 那其实也没有办法 真正在你上面代替你发生了 所以主要还是要像有 像萨埃侯这样子的做法 所以大家都可以发表意见 那每个人都有五秒钟的 就是在影像这边 红的这个机会啊 但是实际上就是会 真的让大家的想象力 凝聚起来的 还是这个票数比较多的这些题目 那有三数文本 我也说关于Elon Fox 所谓三年内上火星 那完成脑内对接 等等技术的看法 以及是否看好实现的可能性 而我是觉得当然 它都一定可以实践到某个程度嘛 人类不能上火星 机器人也可以上火星 机器人上火星 然后开个VR直播 然后你带个VR感觉 就好想念上火星 你一样 对不对 这些都是 它有一个阶段性的 所以这个是我们传统的 所谓KPI思维 就是你每年在一开始 就说我今天一定要达成 如果没有达成就算你的问题 跟在系统比较流行 现在我们科技计划也开始用的 叫OPR思维 OPR思维就是你先说 这个你很想要达到 但是可能达不到的状况 你能够达到中间的某个Mate Point 就是60% 就是40%等等 那对旁边的也有起发 也有帮助 而且最重要的是哪些外在的客户 和经营素 让你没有办法做到百分之百 这个你也别在一年结束的时候 或一季结束的时候 分享出来 那这样的也就是 你的每一个创意都帮其他人付了全费 让他可以知道说 这个题目不适合从这个地方接线来 从别的地方接线来可能比较好 所以保持就是在不同的解决 同一个问题的不同团队中间的时候 很想念自己 以及在每次提这种比较替马西空的想法的时候 提自己能够有意识地达成的可能两倍或甚至三倍的这样子一个距离 那用这样的OKR的做法的话 你的基本的价值主张跟其他的沟通就会变得比较方便 因为如果是KPI思维的话 那每个人都是定了KPI然后完全完成 在完全完成的过程经验等外 就不会有那么多分享的空间 反而是我们说万事龙都有缺口 缺口就是光的入口 所以那些缺口的地方反而是 你可以在好像爆炸之夜什么之中 就是分享的情况里面去说 那为什么就是火箭就是降落 或者是降落的过程为什么连续爆炸 或者是说其实它没有爆炸 但是不完全回收 但是等了几秒在爆炸什么之类的 他并不怕去讲这些爆炸的事情 那在这个爆炸过程里面 所有人都可以因此对于太空都有更多憧憬 那他如果一开始是做一些 绝对不会失败的一些事情的话 那反而就没有这些讨论的基础 所以我并不看好他的任何特定的计划 但是每个计划的失败我都会看好的 因为这个事实在是真的可以让整个生态权有所学习 有三十五个朋友们问说 根据CCPI2.20的结果连接技巧制造 Client Change Performance Index的积分 他表现最差的就是温室次体能排放 跟再生能源的发展分别是 到处第二媒格第四媒 就是台媒格第六十媒格第五十八媒 对于再生能源刚刚起来台湾采运结果 也没有改变请问成为有什么看法 你也可以就是要我特别调一项产业 那你这样子讲的话 我当然说其实台湾在做不管是电池 或者是光电弹或怎么样 都帮助其他国家 做得蛮好的 不管是能源管理 或者是减低温室气体排放 或者再生能源发展 也就是说 因为我们的量体并不是非常非常大 所以我们这边投入了很多 我好比我说像刚刚Elon Musk Tesla很多的关于机电的技术等等 是台湾这边来做的 那做到一个程度 它当然可以scale out 就是扩散到全世界 那去改变大家的能源使用习惯 那甚至现在还有返向充电 就是你的车子停在那边 然后连到充电装 但是如果现在是好比较兼工时间 有电池可以当店使用 车子停在那边使用的话 还可以返向板电输回去等等 那这些部分就是当然 这边不会在CCPI上面反映出来 它比较是说我们去启动 让其他的国家在CCPI排名 增加的一些必要的这些技术 那这是我想要整个的产业 那但是这位朋友提出来的 仍然也是真的 就是我们目前的这种激活性 特别是在西游年前相关的行动上面 我们还是在一个比较缓的节奏里面 那这个比较缓的节奏 在之前几年当然还没有那么清楚的 是让我们在国际上面处于劣势 但是之后因为我们都知道 现在就是跨这个大西洋 大家都是以这个气候点前 不管是2050碳中和 或者是不管哪一年碳中和 大概都是以就是零碳派 为主要的想法 所以我们这边很快的 也是会接受到国际的压力 因为等到大家都开始做 肯定加等等的方式的时候 那我们这边如果再没有给出这方面的交代的话 之后会变成贸易上面的障碍了 所以我是还蛮高兴说 现在很多立法委员是在关注这件事情 不管是就是气候点前行动法 或者是泰国际等的这些设计 包含财务工程 建筑工程上面的设计 那现在都是蛮多人就是关注的 就像刚刚讲的 如果秀少旁观 那就会被大家离制了 所以我是觉得 虽然在之前几年的这个行动的速度 没有大家所期待那么快 但现在因为它的political priority 就是它的政治议程 提到了比较高 这些国际情势的关系 所以我会觉得产业还是接下来 会有结构性的改变的这个动力出现 那这里面如果有哪些是数位技术 就是可以自动运出交代的这些方法的话 那我也会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去帮助大家 其实我们看去年的总统北黑客送 2020年就可以发现说 几乎每一个都跟气候点前 就是有一些关系 刚刚有提到就是不要就是买塑胶瓶多喝水 那这个是气候点前的下游啊 就是很容易中暑的 那但是除了中暑的部分 也有中暑的部分 这个是叫添浪化制定 那大家就是可以用一个AR的方式 去看这应该是桃圆水深响应 就是一个国有的空地上面种哪个树 会发生什么之情的一个 参与去都市规划 但是如果大家 类似像模拟城市这样玩的说 那我们在这边种树看起来不错 大家都愿意扛命说 可以帮忙照顾这个树的话 那这个就可以改变市政府 种这些树的ART 那就变成是民间跟市政府 可以一起来设定 在哪些地方来种树 就可以比较快速的达到 大家一起愿意照顾的这件事情 而且说 还可以透过这个MF 跟你讲话 会比较像阿凡达那个 电影里面的那个状况 他们好像还没有做到 阿凡达的程度 那然后呢 这个是关于能源转型 它是透过台电的 这些智慧电调 它不需要在你的家库里面 当然额外的设施 可以完全用家库外的那个智慧电调 就可以透过MF算出来说 到底是你的洗衣机 还是电冰箱 还是机器等等在耗电 所以它可以让你把监控 医药利封去使用啊 或者是如果它真的太耗电的话 都还太坏了 所以这个为什么啊 探体来讲 四五年以后才能够赚到钱 而说它立刻放你这样证断 都不用装心的硬挺 完全用软体的方式 就可以立刻赚到钱 那这个也可以看到说 你们智慧电调 未来有这样子的推动 用品的话 大家会比较愿意 用这样固形的智慧电调 那透明足迹可能 在上面有很多人 已经用过了 它是一个蛋 那你到比较杂货店 那它有一个条码 扫了就知道这个饼干多少钱 它的价格怎么样 所以透明足迹是另外一个 你用它扫同一个条码 它会告诉你 它的价值怎么样 意思就是说 你这个饼干壁旁边都便宜 但是其实是因为 它是有被环保署裁发 它有污染浓壁啊 它有做什么环境不利益的事情啊 所以它的这个便宜 是靠就是内部城的外部化 是能跟子孙提款啊 来来让这个 应该变得比较便宜 所以那一定程度上 可以改变大家的小费习惯 那去支持那些 可能是有一点便宜 就是不一定非常便宜 但是它其实是对这个土地长期来看 释放子孙存款的这件事情 那这个东西它也会需要工厂的转型的 所有这些经纬度的资料啊 采拔的资料等等 那同样的经济部份 这个环保署跟其他的部会 跟我们的会 本来是没有完全堆齐的 而且也不一定愿意 那么愿意公开这些资料 但因为他们都有着作用团队嘛 所以就把那个奖队 你知道总统一投赢出来 所以这些内科都协调成功了 所以现在就有一批这个 非常精确的资料 能让大家看到说 每次做完之后的这些后果 所以我是觉得这些都是蛮好的 我们说要改变整个社会 对于不管是能源结构 或者台开放 或者是忽然等等 最好的方法就是 让它到你眼前 而且让你一个生活里面 每一个部分在做决定的时候 都可以很自然的看到 这个相当的后果 那当每个人都有这样子的能力 一个时候 其实从产业方 它就不得不去改变 而且不一定是怕社会理智 它也可以是很积极的时候 那我就是社会使命性的企业 我在这个转型的过程里面 我会吸引更多的耐心投资的资料 资料的资料 影响力投资的资料 等等这些事情 那我们有41位 两个问说 那是不是太好区块链 以及加密货币的前景 那刚刚有提到说 我跟Bitarting Booter 对于台方的共同创业 现在其实正在共同创业 那这边要特别讲 就是说这个坚持是院长有批准的 而且他是分一币组织 而且我们没有拿薪水 那这个都要讲到前面 马上升红出就冒出来了 那我现在就是这种 就是世界性的国际组织 目前也同时有七个坚持 所以我其实是非常的斜杠 就是一方面是数位政委 可是这个邪力已经快要变很棒了 就是联合全世界都愿意用数位的方式 就是来促进民主化的这些社会 就是社会创新组织吧 来一起像刚刚讲到新的投票系统 或者是新的募资系统 等等的这些做法 那这些我觉得在分散式上的社群 就是区块链社群是非常棒的 因为大家进入这个社群的时候 无形之中就是愿意让演算法 来做在主权国家里面 作用法的那种事情 但是作用法因为需要 一个立法程序而且需要人来解释 而且它有一个就是appeal process 还有一个诉论的整个规则 所以当一个作用法改变到整个社会都理解 也接受这个作用法带来的改变 其实往往是用年为难为在计算 但是演算法就不是这样子 它是基本上是物理规则一样的东西 所以你知道你改变它的参数 那所有立刻都适用 所以因为所有参与区块链治愈的人 大概都是自愿的 因为区块链以我的理解 目前没有陆军或者是海军会 就是逼着大家一定要加入比特币或者比特币 所以每个人都是自愿接受这样子的质疑 相关的一些实验 所以在上面去试新的投票制度 新的民族制度 新的募资的方式 等等的这些做法 像Gitcoin 如果对全公募资有兴趣的话 Gitcoin就是一个很棒的平方募资的实验 那这些做法 我们就可以很快的在链上去进行实验 那不一定都成功 有些是很失败 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感谢 或资认付的选费 之后里面成功的部分 像平方投票房 我们就直接拿来 向总统和黑客送的这个治理来使用 所以也可以说是 区块链链圈是一个研究的一个场域 那我们现在日常的公共治理 就是一个开发的这个场域 就好像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这样子一个关系 那至于加密货币的话 我是觉得说 我们这边的法币的工线比蛮高的 所以我们的样行 虽然也有在看就是法定加密货币 但是大家都知道说我们运不及的使用 这就好像说我们在行动支付的时候 我们充的是那个到处都可以用行动支付的可及率 而不是说到底多少人用行动支付的那个盛行率 普及普及不太难了 大家都使用 大家使用是说它要比叶子支付 就又方便 或者比链链方便 但是我们就是不会学足视率 说我们为了要掌握名人的消费足迹 所以我们就故意说明天开始不找文操 或者便利商店里面不能捨提款机 那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 当然这件帕数马上就上来 可是不管哪一个县市政府或者中央 一做这个马上就大家都上街了 所以在台湾当然不可能做这种事情 所以我们做的就是确保说 每一个新的基础是对社会比较好 有解决到这种问题比较方便 那才会去使用 所以无形之中我们央行 就算未来要实验处出为国币 它也必须要大家注重的 关于现金的一些性质 好比像说很多人到小商贩 就直接跟我说 他这里喜欢现金的性质 就是不会被磕税 但国税局追不到这里钱 那这个是他为什么 就是那么希望用现金的原因 也是为什么真正的原因就是 当时三定券的时候 虽然有数位房定跟值得 那值得当然有一个漂亮的系统 那另外一个原因也是因为 他不会因为数位房定的关系 所以就被磕税局知道说 他到底应该要多少税 那当时我们是很故意说 那没有一定要数位房定 或数位房定先行 对所有的原因 就是因为在疫情的时候 受到影响的缺失是这些小商家 我们如果批大家先走 数位房定的话 那反而是一些 在连锁的潮商啊 潮市啊等等 会赚到大部分三倍券的钱 所以在台湾同样就是 是数位配合社会 不是社会配合数位 那这样子做出来的 法定的家庭货币 如果可以在一定程度的交易量 或者是交易额里面 还是保留大家的秘密性的话 那我觉得大家才会愿意使用 那不然的话 那还是会使用现金 所以这是我们目前 运用家庭货币技术的做法 大部分都还是在 连锋货币的方式去减低积核的成分 但是目前看起来 我们法定还蛮强的 而且也在涨 虽然没有涨的比特币那么快 但是无论是大家相信的东西 不会一下子被奖金货币所取代 那三十九的客们 为说大党开场 山林FIT 唐凤 是怎么样促成的 大家可能之前有听过 日本有一个饶物舍月 他叫做Dosmonos 他推出一个专辑里面 就有我的这个 我遭到feature 那但是 我其实就是一个素材库 我就是把我所有的采访 所有这些 像今天的演讲等等 之后都可以在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 而且我都是 勾那个Creative Commons 就是创用CC 所以任何人都可以 完全不需要问过我就拿去使用 所以其实很多人都会 直接到我们CIA网站看到 我在南正维之后跟 六千多人 开了一千六百场的会议 然后讲了三十一万一句话 那你要拿去Train AI 或者是什么 都是非常的好用 就是一批素材好便宜的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就是 我被比拳 其实都基本上没有问过我 Dosmonos 就是要发PM才写 用信来说 就是感谢你 怎么怎么样 但是我也没有收钱 一小时都没有五千块 然后零块钱 那 by the way 我上了博恩的节目 也没有付他钱 他也没有付我钱 然后再好比像说 客委会的那个案例 就是有一个叫江凯伟的摄影师 说一下我拍照 那我说唯一的用求 就是CC授权 那他也CC都填出来 那出来之后 就立刻就出现 客委会的一个更图 说什么 风波台湾 什么脑坑田 什么之类的 可能还记得 那客委会也没有问过我 所以意思就是说 我们这些素材库的使用 我不但抛弃掉著作的财产权 我甚至抛弃掉著作的人格权 就是好像 我已经死掉五十年那样子 或者在别的地方七十年那样子 就是你都不用问我 我就随便就可以 像之前在那个加勒府 还是大人堂 加勒府吧 也有那个什么老鼠 爱大名 唐鳳爱黑鲜蜜 什么奇怪的人形令牌 或者像叫那个凤茶 环保署 有一个唐凤的照片 然后放一个茶壶 叫做唐凤茶 然后就是唐凤茶 对 然后在一个凤茶的这个照片 说什么唐凤茶 然后后来 凤梨茶出现的时候 变成唐凤凤茶 所以很奇怪 就是一系列的能够 那同样也从来都没有问过我的许可 所以对我来讲 我就是保持着一种欣赏的这种态度 就是原来 这也是可以做成一种 原来这个本来也可以这样用 真的是很棒 那所以后来善灵 因为他们大港就是重新开机 就是这样讲嘛 就是说中间稍微休息一下下 然后重启嘛 重启 重启之后他们就想说 那可不可以就是用我的东西 他们想要录电影已经很久了 但是他们之前没有出过电影的专辑 好像有过一场live 但是并没有就是很完整的一个专辑 都是用电影的方法去做电影群 那就问我手有没有空 我当然就说我没有空 但是他就说 那但是能不能说 就是我就很正常的就是跟我对话 那他把你的歌词给我 我就念一些台语 那我说那所以呢 就是autotune 他说对就是autotune 所以基本上就是我把我念这些台语的歌词的这个sample 把它用CC修选出来 那他们就自己去autotune 那后来这一次的合作也起 我说你看我已经有预料的 然后已经有抛弃肖像群的一系列二维的这件图了 那也有人拿去就是二创成动漫角色 叫做dorydory 在日本的 在海上还蛮红的 那在下一步就是变成VTuber 好像就只差声音了 所以就把自己除音化的就是只差这个acoustic model 那后来我数了一下 大概我已经有1000个小时左右的youtube 那很多是有竹子考的 所以如果就是有做 National Language Processing的朋友的话 也很欢迎就是开始做我的acoustic model 因为这样子很快就是我开场致辞 甚至包含这个演讲 都可以用全合成的方式处理 那这个也是这一次 Sending Feature & Conform 这个让我想到的事情 所以我现在就可以跟大家分享说 这一次Sending Feature & Conform 变成电影版的这件事情 他们也受到我的脑袋会影响 是这样讲的 所以就是虽然之后可能 大家可以在Spotify 然后 Music跟任何地方下载 但是那个英伟本身 其实是也会用CC秀全示出 所以大家如果要拿来做自己的 我不知道毕业制作 还是什么东西 就要拿去就是混搭 重新播送等等的这些利用的话 那不但不用我们国堂峰 也不用我们国山林 所以我觉得这是这一次合作的一个 还蛮不错的一个影响法 就是把CC秀全的这种想法 推广到这个就是山林那边去使用 希望之后会有很多很奇怪的remix出现 好那这边有Sending Feature & Conform 问说 请问你觉得跟太强势的人 跟不做事的人合作的时候 应该要分别做什么跟不做什么 才能够气氛愉快的 顺利完成任务 而且成品又不差 我自己的经验 就是说很强势的人 跟不做事的人 常常是重点很大的 就是他 这算是很强势 是因为他想要 在一个很好的谈判体位里面 去获得他不用做那么多事 对 那种谈判体位 对 所以就是很强势是一个instrumental 就是他只是一个工具性的价值而已 不做事才是他的那个核心价值 就是觉得说这个子就是多一事不如上一事 这个情况 那 所以 就是他要很强势也好 不做事也好 那他最后这个成品状况 如果这个很差的话 那他当然就是要想到他说 那就是有做事的那个就是你了 这个问题 那这样的话 他就可以一方面节省时间 二方面又降低风险 可以转嫁到你身上 那 三方面 这个他又可以维持他的那小时的态度 何乐而不为呢 对不对 那但是呢 就是说是一种以灵为火的这个状况 那如果你去纵容这样子的行为的话 那到最后你社区的话解决方案 就不会是 就是分头分层负责的情况 一定都是一条龙 那你就是那条龙嘛 最后就是不管做的成品状况好 或状况不好 那你就是要付出最多的心理 所以就是所谓的谁在乎谁痛苦啊 那 那我自己的解决方案 其实一向都很简单 就是说 我就把它公开出来 然后让大家来想可以怎么样子解决 那这个其实是 为什么我要这样say it 这个网站最大的这个动机 因为很多时候有一些部会 或者是政委嘛 我就是专门协调这个部会 有不同的意见 每个部会有不同的意见的时候 他都会很强势的要求不做事 那但是这个并不是因为他不想做事 而是说他觉得这不关他的事 或这不应该是他的事 就是所谓的本位主理啊 那每个部会当然都应该有他自己的价值 有他自己的本位 为什么呢 因为他要是没有自己的价值 他就会被整病 就会被阻改 到最后他就会消失 所以现在还留下来的 都是有强烈的价值的部会 所以举例来讲 像我当时在刚刚政委的时候 有接过这样子一个案子 他叫做 就是电子禁忌 未来产业方向 以归类工厅会 这已经是很久以前 2016年10月的时候 2016年10月1号上任了 那在当时呢 其实有很多同仁跟我说 就是当时的李彦修委员 郑保清委员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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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们做了什么呢 就是去邀这些电竞选手来 速度 说 就是 学业上面的困境 这个没有特别的专班 阿 他们要邀国外的朋友来进行比赛 不太小区 但接不到连签证都没有主管机会愿意发 等等 都有非常多实际的困难 实际的挑战 但是当时就同仁告诉我说 这不是他们第一次听到 也不是他们第十一次听到 在那个之前的十年 几乎每一年都有回交过电竞员年 在这个行政员年已经协调过 不知道多少次 甚至有一些之前的院长 亲自跳起来协调 但是还是没有用 为什么 因为每个部会都很强势 而且不愿意来管这件事情 它literally 是一个三不管的平单 但是呢 所以我的解决方案也很简单 我11月1号 就 就是开了一场协调会议说 很简单 今天没有录音或者是录影 但是 大家讲的每一句话 每一个字 我不会加以评判 但是我会全部公开到网路上 然后问大家有没有什么看法 有什么做法 那所以在这段 就是修正的这个期间 当然每一个部会 你看那个立场都非常非常的硬 那我就不在这边特别讲了 对 但是我就是都是感谢 感谢大家 非常非常的清楚 好 但是这些事情 在公开之后呢 我们就有很多的想念出现了 我记得当时最火药的应该是 Mobo 01 然后是巴胖特 然后PTT的LL版 然后巴胖版有一些见解 雅虎电信有一些见解 就是说 当这些全部都公开出来的时候 就发现 一开始当然都是一些没有看完主题 然后就推文 就是情绪性的一些 这些也我也难料理他 那到大概第五个推文的时候 就会非常的专业 就是专业的五楼 所以专业的五楼 一旦出现的时候 他就会提出一个非常有洞察力的 这个讲法 像当时就有一个专业的五楼 应该是PTT 提出来说 他主张围棋是一种 回合制的电竞 那这个非常非常的有创意 因为确实当时围棋都是在 网络上面下了 很多的选手的培训 也是跟雷安下的 那一年就是AlphaGo 还有下引人类的与世事的那一年嘛 那所以大家都了解到 围棋还真的是一种 回合制的电竞 那我搜集了很多这样子的意见 之后呢 我就把里面所有人生攻击 所有金炕号 所有这些东西全部都拿掉了 拿掉之后我就把这些意见 带回这个行程里面 然后就一项一项念给这些朋友 他应该是文化部的这个主命 那所以我们就发现说 第一个他有想过围棋 所以他知道我在讲什么 那第二个文化部真的本来就对围棋 有一些促进的一些方法 事实上教育部有一些转班什么东西的 所以其实重点都是措辞 他们一开始不愿意就是接受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像体育署主张说 体育是体能的教育 那电竞一定要没有流汗 没有动到什么体能的教育 他说你可以想象我们 就是学生半小时的体育课 在上课前大家都要去打电竞 都已经满足了体育课 这样学生应该很高兴 但体育署应该这样不高兴 所以他认为这应该是文化部 那文化部当时是说 因为我们近期书画嘛 都是传统文化 所以那边境有100年的历史 再来找我们 这样就可以了 这也是很强势 那所以应该是经济部的事 那经济部的工业区 的ranking 那一组说 其实你们在讲的是 运动员的权利嘛 那但是其实经济部管的 比如说大篮球 好了 那个球场 那颗球也许是标减局 可以帮忙管 工业区可以帮忙盖 那棟球场等等 但是从来没有听说 运动员要工业区管的 运动员怎么会是一种工业 这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一定都还是体育术的事情 那当然 在这样子的一个 具有洞见的就是 那这是一种记忆文化 表演专业出现的时候 那你就每个部位都可以对应到 他既有的东西 那对到他介绍的意思是什么 他还是不用做事 就是不用做额外的事 他知道他本来正在做的事情 然后把这个概念 桥接过去 桥接过去之后 他继续做他本来做的事情 但是问题就有过得解决 他们也不用 每天在那边接申请电话 接到烦调 所以其实我那次 大概自来会协调的四场 那每一场都是 我没有掐任何才是 但是就把大家卡住的地方公开 公开之后 自然就会有非常专业的像 你在五楼挑出来 给我们一个非常有洞见的见解 那这样子来会计辞之后 整个问题就 忽然开放就解决了 所以这些项目 当然都没有 就是以本名这个出现 所以我到现在还是不认识他 但是不认识他们 但是感谢他们 其实我一直都觉得说 这些项目很多 可能就是承担人 但是当他的长官在的时候 就没有办法 就是提出这样子的见解 但是他因为知道 这场会议 会被公开在网路上 他有一个类似像slider 可以留言的地方 所以他这种充满洞察力的见解 才真的能够跑出来 然后真的来一起解决这个问题 好的 那我们可能最后 两个问题了 剩三分钟 有六十三位朋友问说 请问这位成文科的学生 可以拓展哪些能力 来提升竞争力吗 我自己是觉得 文科的学生的特色 就是说他可以创造新的规则 他不一定要受现有的规则所限制 那创造这个规则的能力 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解决 实际的社会的环境的经济的什么别的问题 所以我具体的建议就是说 那就是尽可能的去了解 状况过得比你比较不好的朋友们 他现在生活正在处在什么情况底下 那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比较弱势的时候 或比较弱势的那一部分的身份 所以如果有的话 你也可以用那种经验去统领 就是其他的在你比较强势而别人比较弱势的那些地方 所以多一点这种 比较take all the sides 就是去每一边占据 倾听每一边的这种能力的话 那就很容易凝聚出 现在这个社会 发现到现在这个情况 大家最希望看到的新的规则是什么 旧的规则 卡住大家的地方到底是什么 那你有时候就会发明出一些文科的极致 好比想说我在行政院服务这几年 我觉得文科的一个极致 就是当初的那个 就是大反观视线的视线 那我觉得那个是非常厉害 就是他达到的一个叫做结婚不结婚的 全世界也没有其他国家想出来的一个解决方案 就是在两次公投面一次视线之后 想办法让传统的仪式婚 家庭跟家庭结婚 没有被破坏 但是年轻人的登记婚 就是个人跟个人权利物也全部都保留 那然后他的名称呢 就叫做什么什么施行法 完全没有得责任每一遍 所以就很成功的快速的解决了 本来在社会上面非常对立 而且也让大家非常不舒服的这个统婚的状态 但是现在这样子也施行了几年 我们就一年多了 我们就发现说 真的大家都满意待会接受 好像也还好 而且也没有 因为就是我们把姻亲的部分没有超连结 所以也不需要冒出来像什么 就是儿序啊女席啊什么的 是有种新的称呼吗 完全都没有这样子的情况 所以我会觉得说 像这样子用创新的方式 不是让百分之五十一人干过 百分之四十九个人 而是让每一个人提出来这种确实的需求 透过选每一边站的方式 融为贯通 那我觉得这个是文和真的很可以做的 创造的事情 那如果李康华士目前在做的一种方便的事情的话 或许你也可以试着往这个方向来想 我觉得到最后大家的那个单抗啊 慢慢给我们一边斜抗啊 最后我们一定要看这个协力啊 直接越来越多 那今天因为时间刚好现在五十分分 就先讲到今天 谢谢大家 谢谢 好 好 很精彩 谢谢我们带来这种精彩的新奇 的这种问答式演讲 我们再次热闹的掌声 谢谢这个 也谢谢我们今天的市场 你给我们这么精彩的问题 我刚刚看到十二平台 还有一百七十个问题 对 大家也有未进 我们能想办法再安寒正的来第二次 好 那今天有一个 跟大家有不同的大合照 那是不是你最后也可以到我们这边来 然后请大跟帮我拍照 待会我们这个新闻 就会上到我们的高大迷仔跟我们的媒体 往那上面 对 对 我们环境接着也要 晚上要戴口罩 不好意思 好 那在我们准备拍照 从此我顺便宣导 有些门人比较多 所以待会也许 我们需要刷 这个 前队同学 请往右边这个门 那其他师仔跟同学 请往左边这个门 好吧 那我们就 大家就走好 我们就拍一个口罩 咱们 好 我 好 我们就帮你